馬路中央汽車引擎室突然爆炸 罰出巨大聲響 轎車猛穿黑煙 熊熊烈焰狂燒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不僅民眾超驚嚇 小房人員趕到現場 立刻拉起水仙灌酒 台北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3號下午1點多 驚傳火燒車意外 原來47歲零星駕駛 車開到一半 看到引擎故障燈亮起 車頭開始冒出黑煙 起火燃燒 當下來不及靠邊停緊急跳車逃生 警方到場時協助疏導交通 所幸並未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我同樣十萬火急的還有他 苗栗頭屋加油站旁 滿載蔬菜的連結車 駕駛下車發現右後輪冒煙 沒多久把煙瀰漫狂窜 加油站人員下得搬水桶救火 來加油的小貨車也趕緊閃避 就怕遭到波及 當然緊張 我們馬上坐車子隔離 不讓他進來加油 大家跟時間賽跑 合力拿滅火器狂噴 因為假設火勢沒有控制好 引爆油槽後果難以想像 原來在彰化永安街 平交道上方紅燈狂閃 捷鄰也發出巨響 沒想到 眼看折斷感下降 白色小旅車還是加速狂衝 大膽玩命硬闖 差點被困在鐵軌上 可儲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 九萬元以下 網友言怒哄 想死不要駝人下水 搶快幾秒鐘 可能晚七天回家 謝謝楊超成功以中文報導